作词 李宗盛 就像一轮太阳 耀眼的光芒 你是我的 一念时光 那一个温柔眼神 让爱情释放 每一次双手紧口 心脏也较凉 不再衡量现实与理想的重量 你是我的 一念时光 就请你带走我的心 添满柔软的幻想 孤单疲惫 都已融化在你微笑的脸庞 从辗转难免的 长夜 领悟未来的图画 回本里是我们的 梦想 你是我的 一念时光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谢谢父亲 也谢谢各位董事 给我的指示 这样的结果 可真是最好了 恭喜你 公公 谢谢你叔叔 身着稳定 大有作为啊 恭喜了 晓鸥 恭喜你 之前说的那些话 我知道你也是为了公司好 之前的事 我就不计较了 公公叔叔 我先去忙了 晓鸥 怎么样 今天这出戏扮演得还行吧 宝刀未老 活力全开 老爸 这次真的要多感谢你 真的救了你 你表现得也很好 不动声色 暗中调柄前将 是我公孟的儿子 晓鸥 他现在唯一的心愿 就是希望你能平平安安地度过一切难关 爸老了 但爸老糊涂 我知道你有你的未来和梦想 也有你的胆识和能力 但你一定要记住 我永远支持你 公欧总裁办公室 谁诉得这么快啊 除了我 还会是谁 早就准备好的 公大总裁 这一战我和我的手下配合得还可以吗 你和你的手下都是功臣 一定要嘉奖 那这份文件就先请公总签字 好 公欧总裁 这份文件 这个新日作家风格不错 你看整体的构成 整个故事的逻辑性发展都不错 就是人物性格和设计差了一点 我觉得这个网站挖掘的作者都还不错 你来看 小练 要不然我们也往这个网站头下搞吧 我国欧当总裁了 你看 天哪 她真厉害 我以前光觉她霸道 没想到之下她成了真正的霸道总裁 这下两种人格合体 就是名副其实的霸道总裁 霸道总裁 我 我给她 你们两个开门不好玩 我帮你回头的 哎哎哎 妈妈你给我 我都为了感谢 工作 好好 娃娃 你快点撤回 哎呀 实际上是撤回不了了 什么啊 神神秘秘的 为什么 丸子 像公屋这么自恋的人 看到这肯定也以为 我对她有什么企图 哎呀 你皇皇清白 我错了 我错了 哎 要不然这样 你就干脆从了公屋吧 我觉得她也挺好 我这也就去个一半嫁妆 快走 走 快走 走 走 怎么没什么 你看你脸都红了 告诉你 秦子姐 我保证帮你保密 秘密 我可放开 我这脑袋呢 听听了 另一个换 assumes 公屋né 肯定是主觉 我们一走 但是我们一潜在 女神 毫第 没事 小老板 手机拉好多 睡吧 我困了 我先休息一下 我也困了 我要休息了 你就像一轮太阳 耀眼的光芒 你是我的 一念时光 那一个温柔眼神 让爱情释放 每一次双手紧口 心脏也照亮 不再衡量现实与理想的重量 你是我的 手机 手机 我手机没电了 我没电了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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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給我一段時光 留下來想念 記憶成刻下模樣 不帶走遺忘 你就像一輪太陽 耀眼的光芒 你是我的 一念時光 這心裡帶走我的心 填滿柔軟的幻想 孤單疲憊 都已融化在你微笑的臉龐 曾感覺難免的長夜 淋漠未來的圖畫 回本你去摸摸夢想 夢想 夢想 愛你 是一個小小麻煩 挑戰自己耐心的容量 我看著你 求上天再賜我力量 教會我 成長 就請你帶走我的心 填滿柔軟的幻想 孤單疲憊 都已融化在你微笑的臉龐 難免的長夜 淋漠未來的圖畫 回本領持我們的夢想 太可怕了 我怎麼會一直在想這個女人 Geschäft 包括IV 字星月 就故意 match 要什艪有像什麼 你找�� 這邊正恩 光致護滅 現在渡部 終一遍 谁啊 石小剑 你再不出来做饭 我就找病钥匙把门打开 不管你穿没穿衣服啊 磨头 干什么 让我装一女朋友 哪有对自己女朋友 这么百般威胁的 少废话 赶紧做饭去 对了 今天我要吃新菜式 谁给你做什么新菜式 石小姐应该在厨房做饭的 你先去客厅等会儿 做饭 你还真把我们漫画家当牛做马呀 那没办法 谁让我们小老板好这口 大总裁在吗 就在客厅呢 那我还是去小念房间等吧 怎么了 你之前不挺喜欢我们小老板的 喜欢呀 我现在也喜欢 花痴 花痴怎么了 你做的饭呢 只有蛋炒饭勉强能吃 以后就这样 一三五的午饭和二四六的晚饭 我只吃蛋炒饭 周末如果你想休息的话 可以省省精力 早上做一次 一次吃一天 公欧 公欧 我有事要说 说 我觉得我应该走了 之前留下来是给你做人证 可是我现在觉得我越来越像厨娘了 我觉得我应该回去画我的漫画了 不应该再赖在你家 说完了 对了 对了 我行李也收拾得差不多了 需要米生帮我搬一下家 那我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 什么事 明天早上 我有几家杂志社的专访 米生在公司有事情去不了 你陪我去 什么专访啊 我 我不是刚才刚说完我要走了吗 刚才是刚才 我刚刚答应你了 你不是还没走吗 现在 我反悔你了 你正好处于失业状态 明天你有一份新的工作 何乐而不为呢 还有蛋炒饭吗 没了 对了 下一次蛋炒饭可以多做点 上次我假扮你的男朋友 现在 你是不是也该实现你自己的承诺了 去学点甜品 我 我再问一下 我要陪你去做专访 是以什么身份 是你公司的员工 还是你助理啊 女朋友 什么跟什么呀 我什么时候还有这层身份呢 我爸妈那里说清了吗 木千初那里你还要解释吗 所以为什么不能假扮我女朋友啊 好 你想当真的 我还没吃完呢 我还没吃完呢 我还没吃完 你去找东方汤 你说什么了 你俩聊什么了 快去跟我听听 就说什么杂志专访的事 杂志专访 什么杂志专访啊 小丸子你看看你 你不八卦会死吗 会 我就是关心你一下嘛 说来听的 说来听听 我说要去做杂志专访 非得让我陪他去 那你要是陪他去的话 以什么身份呢 你又不是他的保姆 别提这个身份了 完了 石小念 你说你啊 先是给他当小熟娘 现在又给他当小跟班 你借未来漫画的星星 马上就要追陆成他的小保姆了 算了 工欧刚当上总裁 就当他是我朋友 我够哥们儿帮忙了 小念 你是不是喜欢上工欧了 我 你说什么呢 娃子 我死也不喜欢他呢 以女人的第六感 和我对你的了解 我觉得有可能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你好 你好 工总 我是主持人朱伊丽 很开心见到你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 方法内容 你们先了解一下 喜欢什么类型的你 对 我觉得这个问题 能够拉近你跟读者的距离 工总可以随便说说 没什么类型是我喜欢的 这个还是这个 不用了 不用了 工总要是不嫌弃的话 我们现在应该会有更合适的 我觉得不容易 好 没关系 我觉得随意点挺好的 我们开始吧 那我们开始 我要首先请问一下工总 你觉得在你生命中 对你影响率最大的人是谁 我想这个问题很多人 应该都明白 在我的生命中 对我影响力最深的 当然是我的哥哥 宫宇 因为N1这家公司呢 就是我和他一起联手创办的 所以 我想他在我的生命中 我是不可磨灭的 工总 工总 好 没关系 我整理一下衣服 你继续吧 那我给你接着来 第二个问题 我觉得工总平时的状态 保持得很不错 那你平时喜欢做什么样的运动 打篮球 篮球 还有呢 没了 我和千初很小的时候就认识了 要说什么时候开始谈恋爱的 其实我也说不清楚 你也喜欢她啊 还挺奇怪的 莫名其妙就火了 现在男男女女的粉丝 一大把一大把的 上个月啊 还上了内风 现在连我们主编 都让我们去拍她后面的档器 拍封面呢 那挺好的 对了 我还有事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好的 谢谢光总 今天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 不客气 可以了 那我们现在就这样 好 谢谢 光总 能拍张照吗 不是那页访谈吗 采访配图啊 再说了 您长这么帅 对吧 不配上图多可惜啊 走吧 好嘞 来 请 公总 咱们能不能摆一个 成功人士兵 打气的那种姿势 好好好 就是这招子 好 来 公总啊 咱们这个表情 能不能再拨打一点 阳光一点嘛 阳光一点嘛 好 非常好 你们公总是不是脸上 面部肌肉有问题啊 要不是我去找这些书馆算 这简直就是在毁他的形象呢 他也已经很努力了 新一代总裁 一总裁公欧的满信号专访 咱们跑出封面不说 还是看看内容吧 小问题套不十 生命中对自己影响最大的人是 哥哥 先进去好几年吧 去雪地里站一会儿就好了 我去这都是什么 诡异的还好呀 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 奇奇怪怪的 什么是奇奇怪怪的 这他这个人脑子里 到底在想什么呀 他能不能认真点回答问题啊 我哪个问题回答得不认真 小老板 你看这眼神 深邃 有内涵 真棒 那 那你倒是说说啊 什么是奇奇怪怪的女生 这个问题确实是我随便回答的 反正也不重要 什么叫从小就相爱啊 这只是你妹妹自己说辞而已 别人可不一定这么认为 你怎么知道啊 我在去之前就看到那本杂志了 本来以为你看不到的 结果看你当时的反应 显然不太正常 他在说什么呀 他的嘲讽我 要不就是安倍功夫 不 我想的我还是在嘲讽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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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拿走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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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怎么了 我怎么知道啊 我已经看不懂了 这个世界啊 男人都很神秘 女人 都很暴躁 你该说谁呢 嗯 你该说谁呢 嗯 他在说谁呢 好 肚子早 肚子早 好 好 大家今天幸福了 下班以后 幸福获福 好 好 谢谢 五分钟之后 所有人到大会议室集合 开会 好 再见 我给你 不错 干吗 不给你看 这么小去干吗 我看看都不行了 这可是商业机密 我们的翻身制作 未来的黑马新星 能给你看吗 你可拉倒 就这么几张破纸 还是商业机密 估计这价值 连我们小老板 一个项目的二十分之一 都没有了 还说我花痴 我看你才是你们 大老板的忠实粉丝吧 那个 我们小念 跟你们老板相助得怎么样啊 挺好的呀 就挺好的呀 挺好的是有多好的呀 说详细点啊 就是特别好 我还从来没见过 小老板对别的女孩子这样 别哭了 别哭了 我跟你说 那天有一个 算了 不跟你说了 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说半道啊 你 前几天怎么了 我这是个秘密 怎么能轻易告诉你呢 说不说 说不说 你看 你看 你看呢 完了 你们俩干什么呢 聊天 在聊天 对吧 对吧 那我就先走了 石小姐 你多劝劝你这个朋友 让他别这么暴力 当心以后嫁不出去 我 你们俩 有点可疑啊 屁也 谁跟他可疑 倒是你啊 你得有点可疑啊 我怎么呢 上次 你给工发的那个摸摸哒 以后 你们两个又没有什么 有趣的事情发生点 没有 那有没有什么 特别的事情发生呀 没什么特别的事情 啊 我就每天给他做饭 做饭 做饭 那两个人 总得有单独相处的时候吧 那倒是有 但是好像都在吵架 你跟我说什么了 我错了 我 我发生 我再也不办官了 我真得有像你说的那样 对石小剑 跟对其他人不一样吗 有 还 还是没有呢 我再问你 不过前一阵子 好像来了一个 跟他青梅竹马的女孩 什么人 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没跟我说 女二号出现了 什么女二号 那排位人家 也是女一号好吗 我 我排都排不上 我顶多是个道具 阿姨 说实话吧 你是不是喜欢石小剑 你说实话吧 你是不是喜欢自己 有钱人的品位 可是很别致的 王子呢 就喜欢灰姑娘 外道基德哥就喜欢 中森 青子 有钱人的原子 都只是利用一点而已 所以 你要对自己有自信 这样才能创造出 更好的作品 丸子 你什么时候 对我有这么大的信心 我现在还创造作品 我一点灵感都没有 这个 没有啊 我真的觉得特别棒 你知道吗 石小剑 我现在就去联系出版社 找手把你这个推出去 只要你投入感情 加油化好的 我相信你一定没问题的 投入感情啊 我能勉强保住我的小命 就不错了 你可以的 相信自己是小命 加油 你要是不喜欢石小剑 你为什么让我停止对他调查 还不是打击你 看是新人呢 你把人家调查个底朝天 调查结果就是 从石小剑一出生 就跟我哥没有交集 我这个时候 不让你停止调查 难不成 让你继续浪费你的精力和财力吗 丸子 这个 就是你之前说的那个画手画的 这风格还真不一般 是啊 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叫石小念 陈姐 你 你觉得怎么样 比你之前呀 给我看的那些好玩多了 现在市场上啊 就需要这种 有点清喜剧风格的题材 太好了 我也觉得她这次有进步啊 陈姐 那你门舍有没有兴趣 出吧 我们石小念 不光人长得漂亮 画画画得特别好 还经验从来不多搞 绝对能打造成一个漫画少女新兴 丸子啊 如果是我一个人的话 我肯定二话不说就签了 但是现在 你还不知道吧 你之前公司的那个黄世仁 他要封杀石小念 不让他再出版作品了 什么 人家人脉广 自立身 就你那个小画师 人家凭什么帮她呀 要不这样吧 咱们 不用石小念的名字出版 但是费用还是给她 好歹先让她赚个定金 先有个过渡嘛 您说了 陈姐 谢谢你 但是最近小念经历太多事了 我不想让她的作品也被抢走 我心里有分寸会看着办的 好吧 那我先走了啊 怎么找个人到现在还没消息啊 小姐 我现在马上出去找她 快去快去 小姐 人找了半天还是没有找到 现在该怎么办 继续找啊 好 那我也先去找了 好 好了 来 换场 来 下一个就投了 不怕到出来欢迎我来 我找老师关系我 喂 上次让你准备好的风度影视收购报告 好 现在发给我吧 真不好意思 石小姐 这份报告要经过沐总同意 我才能拿给您看 沐总 哪个沐总 沐雪副总裁 不就一份报告吗 还让我亲自去拿 你这助理怎么当的呀 该拿钱不干活的呀 真不好意思 石小姐 我 烦死了 就一份报告 还得让我亲自去要啊 对不起 我的宫 ược比较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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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泡了半天了 为什么还是这样的 我已经在按照这个说明来做了 难道是确实这密是真的密的 好糖啊 还挺好喝的 喂 小念 你干嘛呢 我没干嘛 你不是今天去见了那个初婉设的姐姐吗 怎么样 挺好的呀 我把咱们的妈妈给她看了 她说她特别喜欢 说画风比前进步不小 您仨也很受欢迎 真的 真的 可惜的是 跟她们已有的项目风格已经重合了 不过没关系 这个姐姐的资源特别多 说可以帮我们推荐 你等我多跑几家 看看哪家给我们的在意最优 再做选择啊 她能认可我们的漫画 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谢谢你啊 丸子 这么辛苦 我都没帮上什么忙 好好换换 就是给我最大的帮忙了布奶奶 还有另外一家出版社群我 我先挂了啊 我这哪儿找另外一家出版社嘛 怎么办呢 这谁啊 大上午坐在这儿 晒太阳呢 怎么了你 你怎么样 你跟我说说 你让我开心开心 你都该不用你管 你不用陪我们家公大总裁嘛 你怎么来这儿的呀 这不石小姐让我出来买点东西嘛 我这人很忙啊 我不像有些人 还有空在这儿晒晒太阳哭鼻子 你说话就飞得这么难听嘛 不哭啦 没意思 那我走了啊 看你这么难过 这个送给你了 谢谢 不用谢 你比我更需要这个 上了年纪的女人呢 一般多巴胺分泌不足 容易情绪低落 巧克力有助于多巴胺分泌 医生 你才是老女人 你需要双倍 拜拜 拜拜 这是恩义股权变更的详细资料 我整理好了 放着吧 今天石地小姐跟我要封度的收购报告 没您的批准我不能给 结果石小姐很生气 她说什么了 她说火光拿工资不干活 知道了 你先出去吧 石小姐好 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大明星百忙之中来我们牧师做客 学姐 对 那我就长话短说了 叔叔说把封度影视收购的事情 交给我和千初 前妻的报告还在你这儿 您助理说要经过您同意才能给我看 所以我就特地跑一趟 封度影视的事情前妻是我负责 还没到转交给千初的时候 即使要也是千初来要 石小姐未免也太兴趣了吧 千初来要跟我来要又有什么差别呢 就像这幕式 迟早是要交给千初手里的 我来要这份报告 也是情理之中的 那请石小姐下次再来吧 我让助理整理好了 恐后你 那最好麻烦牧总亲自给我送一趟吧 毕竟我的时间 也很宝贵 你放心 到时候一定会送你一份 满意的报告 吃饭啦 老师啊 快点 带来了 秦初啊 我们家小蝶知道 我们这做菜就有个特点 做什么什么烈 你千万别介意啊 不会 不过这个 这个是完整的 咱们给你吃一个 还有这个菜啊 是我跟他爸爸早晨 他特意去为你买的 还有这个鱼 妈 别加了 你慢慢吃啊 多吃点啊 秦初啊 阿姨知道你最近工作特别忙 我们家小蝶呢 拍戏的通告也特别多 但是我认为工作是工作 生活是生活 咱们不能耽误生活了 你们俩的事儿 放心吧 阿姨 我能安排好工作跟生活 不会让小蝶受委屈的 这个小蝶个字还挺特别的 对啊 秦初 你不记得了 我们小时候总来啊 你说爸妈也真是的 跟他们说了好多次 让他们换一个新房子 就是不换 就是喜欢这个老小区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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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啊 你的爸爸妈妈呢 我跟着保姆阿姨出来 她去找朋友 我找不到她 我妈妈还在等着我呢 你 这样吧 你在这里等我一下 我回家送完东西就回来陪你 那你一定要回来 嗯 嗯 天初 嗯 想什么呢 没什么 就是很多事情 都记不太清楚了 你也知道 那几年为了治病 都躺在医院里 各种各样的药也吃了不上 总觉得很多事情都发生过 但又记得很模糊 好 好啦 别想了 但我总觉得这样对你不公平 两个人的记忆 应该是一样的 没关系啊 反正我们两个以后都会在一起 会有很多新的记忆 以前的 就当做是一场梦吧 倩初 之前我跟你说的 就是妈 不好意思 喂 什么事 怎么会这样啊 行 我马上过来 怎么啦 公司有点急事我得过去一下 你先回家吧 这么着急啊 不能明天吗 我姐自经常出一点问题 现在董事们救助不放 我得去看看 那我送你 好 我们都走过 时光的 都走过去 那我看你 我看你 可以说什么 那你自己的路 有透明的墙 借你目光 探索柔软的窗 颠倒山楼 是否能倒转时光 你拒绝牵手的邮件 装着送你的全世界 你和我之间 有透明的墙 借你目光 探索柔软的窗 颠倒山楼 是否能倒转时光 你拒绝牵手的邮件 装着送你的全世界 要给就给完全 摇手就收全部 可誓言太潦草 零物太藏族 难以断路 我们颠倒无数 这一场宁愿孤单 不辜负 你的心愿孤单 终于说